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修理这个大功率的开关电源 遇到了这么一个芯片 平常呢还真没有遇到过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PFC小板给它拔下来 这个已经焊下来了 那么它里边用了一个八角芯片 型号是CM03X 这个八角芯片呢 它是与我们这个PFC芯片 联合工作的 这个PFC芯片的型号是2PCS02 另外这个位置还有一个2904的比较器 所以说呢这样的电路就比较少见 首先呢我们看这是它的一角 这是二角三角四角五角六角七角八角 它的五角是接D 也就是我们整机的D 这个芯片的六角呢 是接到我们整流桥的正级降压电阻上 它的七角是接PFC 滤波电容输出端的正级 这个降压电阻 七角是接Z端的降压电阻 总之是检测输入电压的 它的三角呢是通过这个10欧的电阻 接我们这个供电 这个供电呢是来自于我们负电源的供电 它的124是接我们这个驱动芯片的 一个呢是接我们这个PFC电源电压检测 一个是接我们输入电压的检测 一个是通过这个线流电阻和分压电阻 接到我们这个比较器的一个引角 总之是通过这个电压来检测 我们输入电压和PFC输出电压的高低 来控制开关电源的开或者是关 这个CM03X芯片 如果我们不知道它的内部电路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会像遇到困难一样 实际上呢它也比较简单 它内部呢是三个长管 如果测量它的好坏呢 因为各个引角与五角D之间呢 都有一个二极管 那么我们可以把红标笔接在五角上 推标笔测量其他引角 我们看都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基本上就能够证明它是好的 包括这个驱动引角 都是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反向是无穷大的 如果反向有了阻值证明内部二极管有击穿的 或者是有相应的长管击穿了 好下面我们看看它的详细电路 现在CM03X大多数都是这种八角贴片的 很少有八角缩锋直插的了 它的内部电路其实很简单 六七八角是内部功率管的漏级 并且都接二极管的负级 五角是接地 四一二角是内部功率管的圆级 都是有二极管的 它的三角是内部功率管的并连的山级 同样是对地有二极管的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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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